哈囉大家好Da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Danny 今天呢又在下雨了 所以我希望你們沒有聽到雨聲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約會的妝 基本上呢我覺得是有一點甜美可愛 有一點浪漫 今天呢虎哥就到台灣了 我們在台灣先逗留一天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帛琉玩五天 我超期待的 雖然我們已經在一起七年了 然後我們之間並沒有那麼多就是粉紅色泡泡 可是我還是想說趁這個機會 可以好好畫一個比較天美的妝 我想說我先去換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呢是你們最近狂問 狂問我的GEO的隱形眼鏡 我現在要趕快戴起來給你們看的效果 基本上呢它的妝感就是這樣子 它其實是灰色的 可是我覺得戴在我的眼球上面看起來有點綠綠的 我覺得很好看 今天趁這個機會啊 我就可以邊化妝邊跟你們聊聊 就是 算是我如何就是維持以及經營 就是我的感情的這一塊 畢竟呢虎哥跟我在一起啊 已經七年了 而且其中 六年都是遠距 常跟人家講說 六年就等於就是小學畢業 所以今天想說我可以邊化妝邊跟你們分享一些 就是可能長跑戀愛啊 或者是遠距離戀愛的一些撇步 保養完之後呢我就會用1028他們家的極光提亮妝前乳 那這個妝前乳它給我感覺一個韓國的品牌VDL裡面的 很有名的那個珍珠貝殼光 非常非常的像 化妝前呢我就會擠一點點 然後它可以保濕之外啊 把它通私提亮 然後它本身的 因為它本身裡面 你注意看的話 它的那個珠光 是帶紫色跟粉紅色的 所以它可以校正你的膚色 所以你只要上一點點 你就可以看到說肌膚上面就有一道非常自然 變得像是珠光的感覺 上完妝前乳之後呢就是上粉底液 然後呢今天我要上的粉底液 是我在最愛的時候有跟大家分享的 是Dior他們家的粉底液 我會把影片放在這邊 今天要用的是這個超級大的牙刷型的粉底刷來上妝 第一啊薄薄的上 然後讓底下的那個妝前乳 它該有的那個顏色色澤 還是會保留在上面 夏天那時候啊很適合這種 很有光澤型的妝感 最近我很喜歡這種妝感 就是整體的妝感是自然的 可是從底妝底下啊 就會有一種微微透亮的感覺 我會再沾一點點這個 然後用在手指上 顴骨跟鼻樑的地方 再稍微打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就好 尤其是鼻樑的地方 我覺得 我覺得鼻樑有上 有差 差很多喔 好然後呢 我們來定一點點的蜜粉 欸 我在那邊一直跟你們分享 就是 喔怎麼化妝 我忘記跟你們講我的故事 好 是這樣子我跟虎哥 我們兩個人是在大學認識的 然後我們大二的時候 我大概會定一點點在臉頰 一點點在T字不韋 我們大學的時候是因為色騰的關係認識 因為我們兩個人都非常喜歡玩社團 所以 很理所當然的我們認識 然後很理所當然的我們在一起的 沒有太多的 沒有太多的drama 因為虎哥算是我的大學的學長 你們都知道說虎哥是香港人 他就 他畢業之後呢 他就回香港了 然後呢我就在澳洲繼續讀大學 然後呢我讀完之後呢 換我回台灣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都是遠距離 就是 真正在澳洲交往的時間 只有一年 然後呢我們7月的時候就在一起 滿7年了 大家都覺得我們非常非常的瘋狂 我也覺得我們非常非常的瘋狂 上個修容 最近喜歡用的修容 就是這種咖啡色的眼點 然後上一點點的修容在比良的位置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我是如何維持就是 這麼久的感情 尤其又是遠距離 那當然個性佔很大的原因 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兩個人在一起一定要有 有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我其實常常收到 你們大家會寫信給我 然後告訴我你們的感情問題啊 每次看你們寫給我的信的時候呢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說其實 問題不大 我當然我知道說 正在發生的你們覺得問題很嚴重 可是在我看來我覺得問題都不大 只是兩個人有沒有有心想要去解決 我們就要來上眉毛 最近呢我超愛用的眉毛產品 就是沒有之一 我在我的最愛裡面也有介紹 這是1028他們家天生完美眉膠粉 然後呢我那時候在最愛的影片 我有答應大家我要教你們怎麼用 就是眉膠粉 所以我趕快幫你們拉近點 我們來上眉毛 它其實有出三個顏色 可是我最常用的顏色是 咖啡色還有深褐色 大部分我都是用咖啡色 這個超級好用的人 它的設計啊就是雙頭的 這邊就是它的所謂的斜角的眉刷 然後另外一邊呢 這邊轉開來 產品就在這個小蓋子裡面 所以呢你就直接拿後面這個刷子 然後這樣沾取 我們就可以來畫眉毛了 用眉膠畫眉毛有一個訣竅 首先呢我們先沾一點點在我刷子上面 因為眉膠粉非常的顯色 所以下手的時候要小心 然後呢畫眉毛非常重要 是不要從眉頭開始畫 你從眉頭開始畫呢就會下手太重 所以呢我建議大家 是從眉毛中段 大概在三分之一的這個位置下手 從這個地方開始下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地方呢 算是我們眉毛顏色是最濃膩的地方 然後呢我習慣呢就是先把它推看 然後往眉尾的地方勾 眉毛的中段到眉尾的位置 就這樣慢慢慢慢畫 慢慢慢慢勾出來 簡單的眉尾就這樣勾出來了 雖然畫了這麼多 中間還是會有一些些的眉膠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往前帶 所以呢有些是從中間畫到尾巴 然後在中間往前畫 這個的話我們就是用柴魚的眉膠再畫 我們再來就是拿筆刷 然後眉頭的地方其實是要往上畫 所以呢我們就這樣往上勾 基本上很簡單的眉型 大概就是這樣子完成 自然就是有漸層的感覺 但是它可以有一個很俐落的眉尾 它很棒的地方就是你知道眼尾的地方看起來像眉膠畫 可是眼頭的地方就很像眉粉畫的 整個眉毛的地方啊 俐落但是又自然 如果雙方都很有心的想要在一起的話 就絕對不會有問題 就是距離跟時間都不會是問題 我常常聽到啊 很多我身邊很多朋友啊 還有你們寫信給我啊 我常常聽到一個我覺得 很瘋狂的一個說法 有時候你的另一半就會跟你講說 喔我現在很想你 你如果現在不過來的話 我就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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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我也聽過就是那種 如果要遠距離一陣子 它就會說 喔如果你不跟著我一起去哪裡的話 我不敢保證會做出什麼事情 之類的 其實這個都算是 就是講到深一點就是情緒勒索的一個一部分 有時候很多人就只是撒嬌啊 然後開開玩笑 那其實 其實默默默默的還是會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傷害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有一點在遠距離 遠距離戀愛跟長跑戀愛必須要面對的事情 就是你們一定要好好溝通 情緒越直接是越好的 因為就少了很多猜測的部分 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能會希望就是有一些些神秘感啊 我們眼妝呢我要用我最喜歡的 TU FACE他們家的巧克力言語盤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花生醬 花生醬的顏色 站在眼窩的地方 我以前呢很常跟虎哥生氣 我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都不懂我的意志之類的 或是你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沒有辦法 就是自己猜出來或自己想出來 第一段虎哥的個性就是有點傻不冷燈的 因為很多事情就是可以直接跟他溝通 他會聽得懂的 只是你要 要給他更直接的反應跟更直接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跟虎哥我們在一起七年啊 我們在四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超級想要分手的 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們之間一直有一個溝通的障礙 就是我可能會跟他講我的想法 可是虎哥他的個性就是 你知道比較遲鈍一點 遲鈍一點這樣好嗎 他會覺得事情沒有很嚴重 可是在我眼裡 我會覺得事情很嚴重 然後跟他講 他就會覺得說 我想太多啊 或什麼 我相信你們很多人應該都聽過說 想太多這件事情 就是真的做起來好好聊 然後長時間呢 我不是說一天一個晚上 我們兩個人就有效溝通了 真的是長時間 我覺得至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我們慢慢慢慢慢慢習慣對方講話 慢慢了解到說 有些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 他可能之前不懂 然後我這邊也會慢慢了解到說 有時候真的就是 我可能故意有點鑽牛角尖這樣子 好我們今天送的就是這個眼窩 然後我會再補一個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壓在就是雙眼皮折的地方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拿比較細小的刷子 semi-sweet這個顏色 然後就是畫了細細呢 凹進去的感覺 在這個位置 看到嗎 所以你壓下去 找到雙眼皮折 再來眼窩畫完 是這個樣子 再來呢 我會拿這個顏色 我最近超級愛用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一個香檳粉紅色 然後呢我會拿一個扁刷 壓在眼皮上面 慢慢慢慢就是壓上去 之後呢我們再拿 剛剛用的這個刷子 然後將那個邊界 給暈開來 是不是很漂亮的珠光眼影 但是因為它這邊又有點深色 然後這邊又亮亮的 所以它們兩個之間 也有一種很漂亮的對比 接下來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啦 不管你是在一起長跑 或者是剛在一起 這一點呢就是要為自己的生活 跟自己的人生負責 你生活過的快不快樂 信不信跟你的另外一半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它不應該是你快樂的來源 我覺得任何一個人 都一定要很獨立 然後當兩個很獨立的個體 在一起之後呢 你才會真的懂得 互相扶持的重要性 當你跟另外一半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快樂的感覺 應該是要1加1等於2 我再來呢會拿咖啡色 剛剛使用的咖啡色 然後再一點點 然後很快畫出就是下眼線 所以眼睛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再來我們要上眼線液筆 眼線液筆的話 我都喜歡用1028他們家的仙國貓眼線液筆 我一開始看不懂就是仙羅的仙 然後那時候我不會念的時候 我還被同事笑了一番欸 真的很過分 很自然的微微外拉就好了 不用畫得太誇張 基本上就是希望那個眼睛看起來是有一點圓圓的感覺 然後很快的刷一下下睫毛 然後等一下上睫毛呢 會用假睫毛來代替 因為本人沒有上睫毛 繼續跟他的話題 就算呢你們兩個人之間啊 非常的是非常非常獨立的個體啊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有雙方想 雙方的一些可能傳統啊 或是一些習慣的啊 比方說我跟虎哥啊 我們兩個人啊是看氏族在一起 我們這一群朋友很喜歡看氏族 然後大家對一起看氏族的關係 我跟他變得非常頻繁的相處 氏族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一起四年的那個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一起看足球 雖然我們沒有錢就是真的飛到巴西去看足球 但是我們就有約定好說 就是每四年在一起 我們就一定要一起去看 一起看氏族 每周年啊或者是生日啊 聖誕節 你們總是可以有一些些什麼樣子的小傳統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可愛的 雖然呢我們可能生活上啊是很獨立的個體 但是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就又有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相處的方法 在上唇妝之前呢 我趕快再臉頰地方補一點點就是仿曬的修容 然後我會用benefit的之前舊的限定盤 然後再一點點忽辣 然後稍微做一點點的修容 再來呢我覺得我一次感情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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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一點 就是你要真的打從心底的接受對方的缺點 我覺得這個超級難的 尤其是每次我只要跟虎哥聊聊聊 我今天聊到就是我們兩個人可能不同意對方的地方的時候呢 我就會非常非常的生氣 然後塞紅我想要用珊瑚色的這個corelista 在一起七年了我還是有很多就是我看不慣的地方 然後想說我到底為什麼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要想一下說這個缺點我到底能不能接受一輩子 像是虎哥他的個性非常非常的單純 然後他的想法也很簡單 可是呢我就是屬於那種會稍微就是多想一點的人 然後想說我們可能去哪裡玩 我會研究然後做點功課 可是虎哥他就會是一種到當場再想就好了 因為這樣子我們兩人很愛吵 我做比較多功課我們到當地還是在玩 他沒有多功課到當地還是可以玩 就是我們兩人之間並沒有對跟錯 只是做法不一樣的時候呢就會讓我非常非常的生氣 所以當這種時候呢你真的就要做起來想說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接受就是他這種比較隨性的個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你可以全心全意的接受他的個性的話 在你心目中可能是缺點的個性的話 那你們兩人就可以走了很久 哈哈哈哈 我們在一起七年了我還是一直一直在消化我認為啦 我覺得他的缺點 當然不是說我沒有缺點是因為 就是虎哥的包容的心還有度量 比我大很多很多 我覺得虎哥他接受我的缺點比較多 大於我接受他的缺點 我忘記我講的今天很重要的 但是我應該有cover到我覺得 在未知感情非常重要的幾個方法 重點的就是唇色 現在嘴唇上什麼顏色都沒有 然後呢我要來使用1028他們新的 天生完美靜光唇釉 在我的最愛的時候也有跟你們分享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太美了 這真的是美 我現在還不知道我想要上什麼顏色 所以我想說我就是每個顏色呢 我就上在唇上給你們看看效果 然後最後呢我們再挑一支 就是今天晚上要使用的顏色 1號呢是一個非常亮的桃紅色 這顏色呢超級超級跳 然後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很喜歡他們家的靜光唇釉 就是完全不會黏 然後也不會牽絲 它整個質地是很清爽很舒服的 之前在最愛影片裡面的時候是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妝感啊 不是不會油油亮亮的 可是它很像就是那種糖印糖果那種糖衣的感覺 接下來這個顏色呢是2號愛幼眉子 你可能看到平身覺得說它看起來有點深 可是塗在唇上呢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下次平常可能穿個白T啊 配牛仔褲然後再搭這麼亮眼的唇色啊 非常非常的好看 再來是3號愛幼羅眉 這裡真的超級好看的 這個是我就是這幾個禮拜來 我最常使用的一支唇釉 這顏色真的超級超級漂亮的 這款大概是我這裡面的 我私心最愛的一個顏色 它雖然顏色是寫的是羅眉 可是我覺得它比玫瑰還要再更鮮豔一點 比較像草莓冰沙的顏色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基本款的顏色 你一定要帶3號 第四個顏色呢是這個紅色 然後這個顏色是愛幼稚紅 然後呢它在管子裡看起來是深紅色 那推在唇上呢是那種草莓糖果的紅色的顏色 我覺得這超級無理美的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約會啊 是什麼燭光晚餐啊 然後可能配一個小禮服的話 我覺得這個顏色會超級適合的 最後一個顏色呢 是他們這一系列唯一的橘色 這個顏色是愛幼橘紅 它推在唇上啊就是比管子裡看到的顏色 還要再更實差一點 這個顏色超級適合去海灘啊 可能去海邊野餐啊 或去玩水啊 這個顏色真的太適合了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夏天必備的一個橘色 試了五個顏色之後呢 我不知道要挑什麼顏色 有點掙扎 有點喜歡二號跟三號 挑三號好了 因為虎哥本身是一個 對於妝這個地方沒有 比較遲鈍的 所以我還是挑比較基本款的好了 把我的假睫毛給戴上 我們就可以看完整的妝感 我超級喜歡今天的妝 尤其是這個唇彩 我真的是超級無底愛的 這個顏色的03號美眨 我差不多在機場接虎哥 我想說畫一個美意的妝容去見他 看他有什麼反應 今天真的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跟你們聊聊 就是感情這一塊 因為我知道說你們很多人都很喜歡 私訊問我關於你們的感情問題 然後因為我也不是什麼感情專家 你知道 我其實沒有辦法給你們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建議 但是依我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 而且幾乎我每一封email 或者是每一個私訊 我的回答 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就是一定要溝通 溝通溝通溝通真的很重要 我知道溝通很多時候 你會覺得說很不必要 我以前跟虎哥就是這樣子 可是真的是到後來 我真的覺得我們越來越習慣 就直接把話 探開來講了之後 很多問題就是迎刃而結 不要害怕你的另外一半就是 不能接受你的想法 或是不聽你的想法 希望就是 在看影片的你們 如果剛好碰到感情問題的話 希望今天的 今天的經驗分享 有稍微的幫助到你們 照慣例 我的Instagram在這邊 是會等你 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通知我還有Facebook 每個禮拜三 跟每個禮拜天 天 在我的頻道 八點會PO一支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按下面這個 紅色訂閱鍵 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按我旁邊這個 圓形的泡泡 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把我上一支影片 放在這上面 以及推薦給你的影片 放在這下面 所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記得要去看這兩支影片 好啦謝謝你們今天收看 我差不多要出發了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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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去看這支影片 我們會不會有交往 我會不會有交往 我會不會有交往